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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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直线 跟圆的位置关系 或是关系位置都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点跟圆 那后面再来看直线跟圆的位置关系 那星刻刚开始就不讨论圆跟圆 两个圆的关系就不讨论了 所以少掉很多分量 我们看一下 雷达扫描图之前看过 可以呈现出飞机 离雷达站的远近 雷达站在这边 欧点当圆星 如果半径2公里 这个是半径2公里 画个圆 圆星这边 你发现呢 A这台飞机应该是在圆外 OK 2公里的时候它叫圆外 那B这架飞机呢 在什么 在圆上 记得圆上是圆周上 简称为圆上 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圆上 就是圆周上的意思 那C呢 这架飞机呢 就在圆内 OK 这是用一个示意图 让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圆内 圆外 圆上 我们先讨论点跟圆的位置 关系 那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 你看你要的P点 跟圆星的距离 两点的距离 比半径大还是比半径小 如果你比半径大 那在圆外 这点就会在圆的外部 简称为圆外 如果呢 比半径小 用OP的距离 小于半径R 那就是 这个P点就会在圆内 好啦 如果呢 刚好等于半径呢 那这P点 会在圆周上 简称为圆上 所以重点 你要判断一个点 一个点跟什么 是它的位置跟圆的关系位置 是在圆内 圆外 圆上 怎么办 先把什么抓出来 半径抓出来 半径抓出来 跟它做比较就很清楚了 我们举个例子 A.44 在这边 B.-33 C.34 -4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角落 注意条件 有一个圆的圆心在O点 叫圆 叫圆O 我们用圆心 像O点叫圆O Q点叫圆Q 好 圆O的半径是5 他问你ABC上个点 如果跟这个圆画起来的 他们的位置关系是圆内 圆外还是圆上 他比较直觉的就知道 345 那这个 C到O的距离 就是5 C点会在圆周上 圆上 那感觉 B到O的距离会比 OC小 A到O的距离会比OC大 所以这圆外 圆内 圆上 如果你选择填充可以这样讲 OK 但是你如果要写式子的话 那我们就 把以前学过的 在9年级很容易忘记的公式 叫做2点间距离公式 A点的座标 S1 Y1 B点 S2 AB2点的距离 2点距离 就是S座标相减的平方 加Y座标相减的平方 S座标相减 比如说以A来讲 我们看一下 OA的距离其实就是这块三角形 OA就是它的斜边 那你怎么求斜边 就这一股的平方加这一股的平方 要取坑号 就是OA的距离 那这一股的平方就是S座标X 本来绝对值的平方 那绝对值多余的 因为平方一定会变正或0 所以绝对值就不需要了 那这个呢 Y座标的X就高度的X 高度的X OK 那你知道两股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取坑号 那就是什么 斜边的平方 所以2点间的距离公式就是求斜边 OK 坑号32 大于5 5是坑号25 它比半径大圆外 OK 这是第一个A点 那我们看V点 V点呢是在这边 那它跟O的距离 用2点间距离公式 更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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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更好25 更好25 更好25等于5 小一半径 V点在圆内 OK 如果你真的 非选题要你写过程 你就要这样子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直接画一个圆就最直接了 半径是5 我就画一个圆 好 那是图接 那内部外部 那一看就知道 好 那有些题目你画远 你的点会在模拟两可 有时候会在 边界上跑来跑去 那这时候最保行的方式就是什么 用两点间距离公式去算出来 好 看它跟半径大小比较是怎么样 OK 好 我们看一下C点 C点 C点 4 5 那整块 跟25就5 刚好整个半径 所以C点在圆上 好 OK 画个圆就最清楚了 好 这是图接的部分 我们看的这个立体 就是先把圆画出来 或是把半径抓出来 再跟半径做比较 好 好练习一个题目 A62 V45 C35 圆欧 当圆形画个圆叫圆欧 圆点欧当圆形 画个圆叫圆欧 发现呢 A点在圆上 A点在这边 所以我们先把半径算出来 我们刚刚讲过了 好 因为圆点的坐 X座标是0 Y座标是0 好的 A的36平方加2 36 6的平方36 2的平方4加4 10 根号是10 他画成最简根式 4乘以10 4可以跳2出来 2根号10 OK 那笔大小的时候 这个比较没有用 我这最简根式 笔大小 弄成根号多少的笔 比较清楚 好 那这个 因为答案一定要用最简根式 所以还是要画成2根号10 那V呢 OK V跟O 那就用具体公式 S座标相差4 Y座标相差5 4的平方16 5的平方25 加起来41 没错 那他比什么 半径 看到是START 所以V点在圆外 V点在圆外 OK OK 所以先把半径 找出来 再来跟他做比较 还是这个方法 还是这个方法 好 好 那讨论完 点跟圆的位置关系 我们下来要讨论直线 跟圆的位置关系 一样都是用什么 都是 以平面 黑板平面 或是我们中标平面来讨论 不在空间讨论 直线跟圆的位置关系 共有哪三种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一个探索活动 假设这是一把直尺 左右平移 那我先以圆点 这Y轴 这S轴 圆形这边 O点当圆形 画一个半径是2的圆O 半径是2 所以他会通过20 通过-20 那现在把直尺 把他推到什么 把他推到速线 移动到速线3的位置 把他移动到3的位置 你发现他跟这个圆桌上的点 有没有焦点 没有 所以几个焦点 0个焦点 你也可以说没有焦点 OK 往这边推 第一小题完了 往来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把他推到什么地方 推到1的位置 把这条直尺或直线推到1的位置 你发现会有几个焦点 有两个嘛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你不要去管他桌标多少 那只问你几个焦点而已 就两个焦点 所以同学慢慢发现 直线跟圆 在这个桌标平面上 最多就两个焦点 比如说老师 错了啦 这一条 这一条画下去有三个焦点 是你观念错了 我们说圆O 是只有圆周上的点 不包含圆心 所以你如果画到这边通过圆心 他还是只有这一点跟上面这一点 那么圆O不包含圆心 所以记得 一条直线跟一个圆 在这个桌标平面上 最多几个焦点 两个焦点 最少就刚刚的0个 OK 探讨完第二小题 我们看第三小题 我们看第三小题 继续在做移动 他说尝试着平以直辞 所以把直辞平以 然后呢 断定P点跟圆点的距离 是多少的时候 会刚好焦一点 可以这个时候焦一点 这条直线 圆心 点到直线的距离是2的时候 刚好等于半斤的时候 他就焦一点 只有一条吗 这边还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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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圆心 他就要直线 距离是2的时候 刚好点半斤的时候 会焦一点 所以应该是呢 距离 直线跟圆心的距离 是2的时候呢 就会有两个焦点 刚好点半斤的时候 会有两个焦点 会有一个焦点而已 就是会有两种状态 第四小题 他问你说呢 批点 他把直线 现在把我们看批点 批点跟圆点 或是圆心的距离 是 范围 是多少的时候 会焦两点 就是 让他跑进来 然后叫直线 跑到里面来 这边 这边 不要跑出去 也不要看到 20 或是什么 -20这边 那是只有一个焦点 他有两个嘛 这种范围应该在怎么样 距离要小于2 他是用批点跟O的距离 那批点如果在这边 跟O的距离是2 那如果是坐标是在 -2跟正2之间 不可以等于 小于2没有等于2 所以应该是 跟他距离小于2的时候 会有两个焦点 好 那我们来做这一题 这一题 接近段考的B考题 同学还是要注意一下 同学注意一下 好 先看题目 原O 半径6 那就想像 原心是O点 画一个半径是6的 A点的位置在原外 而且呢 A点跟原心的距离等于10 要你求 第一个 原O上呢 就圆桌上的点 到A的最短距离是多少 到A的最长距离又是多少 那这样子都是文字叙述不好 那我们试着呢 把图形表正把它画出来 原心O点 半径6画一个圆 还有A点在外面 它跟原心的距离 O点是10 那就半径6加4 就这段4 那圆桌上有无限多个点 哪个点跟它距离最短 就这个点 最短是4 再来你看一下 只要往上移动 这个点 圆桌上的点 跟A点的距离 是会变大了 会变大 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什么时候最大 这个点的时候 跟A点距离最大 就直径再加4 OK 所以最长是14 最短就是什么 最短就是4 最长是16 OK 那这边再往下移动又变小了 变小了 所以记得不包含这点 我们说 圆欧上的点 是圆桌上的点 或包含圆心 跟它最短距离 跟最长距离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你要第一个一定要先 A点跟圆心连起来 再延长 好 那最短跟最长的 距离的点 都在 它焦点上面 OK 那这 其实有些用公式 什么10加-6 10加6 10-6 不需要了 我们用 图来看就可以了 不要去记公式记到 对你有用的公式 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108特照 泰然区的第三题 就有点难 A B C D 是个点 圆欧是以圆点 欧为圆心 正整数R的半径的圆 画下去以后 会让A B C D 是个点 在圆内跟圆外各两点 就两个点在圆内 两个点在圆外 问你这半径要取正整数 有几种可能 有几种可能 OK 画个简图最快 你看一下A点 6-8-10 所以大概 圆心距离是10 B点是 在这边 跟圆心距离是6 那C点35的 圆心距离是5 那B点是5-12-13 它都设计好的 那如果你半径 是6的时候画下去 红色这个圆 哇 一个在里面 两个在外面 对不对 不可以 因为它要两个在里面 所以你要比 半径6要大一点 7-89 都可以 不可以等于10 为什么 你蓝色这个圆画起来 哇 一个点在圆上 两个在圆内 一个在圆外 跟它规定的 两个都怎么样 两个圆内 两个圆外 不一样 OK 而且它R要取正数 其实如果没有说要取正数 这种圆有无限多个 就是小意思 大于6 6.1 6.2 9.9 这些都可以 6.12都可以 无限多个圆 但是它限制要取整数 所以呢 借以10 跟6之间的整数 就只能取7 8 9 答案选什么 选C 黄虚 选C 1 5 2 3 3 6 10 10